1907年,11月7日,李鴻章病逝 对李鴻章褒贬兼有的梁启超,很快地写下一本李鴻章的传记 文中既尊重李鴻章之才干,又万习他的不学无数 评论李鴻章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埋怨李鴻章不敢对政治制度有丝毫的改革 但是又对他当时所在的政治困境流露同情之心 梁启超当时旅日,他在当时日本人对李鴻章评价中 选出了一篇他认为最中肯的文章,揭露如下 日本识人对中国称呼为芝娜,本文尊重原书资料 故言用之,请勿见怪 芝娜知名人物李鴻章是,盖而言之 为李鴻章人物之伟大,不如为其扶命之过人也 虽然,彼之地位,非细以侥幸而得知者 彼在之那文武百辽中,却有超着之严孔,敏捷之手腕 彼之西来之大事,私利用之以自强 此种眼光,虽先被曾国藩,孔义让彼一步 彼屯链怀君于天津,较以杨操 新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姑 开招商局以遍沿海河川之交通 制机器局制造兵器,半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 自军事,商务,工业,无一步留意 世界之人代之有李鸿章,不负之有北京朝廷 终日之义,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朝也 彼果自出蓄意以主战乎,不能生之之 大敌彼自是过高,是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神者 一言必知,则终日之义,时彼平生之孤注一之也 而此一职不重,遂至今年之劳机声明扫地几境 寻常人遭此事役,其不以忧愤死者几息 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受重浅于朝廷 外责任之池于残局 出任义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居 由能从容,不辱其命 更于称赴恶国,克恶皇家免,游历欧美,于前世若无一毫介意者 虽然,彼之大横着,有使人惊叹者 彼大之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经其魂,不恼其心 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 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 李鸿章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律者然 其容忍力之伟大,无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挫折也 若时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绝无可依旧生于此世界之理 何也,彼一生之历史,时之那帝国衰亡时也,如波笋皮,一日锦一日 与彼同时代之人物凋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中焉 而彼之处此,曾不宜扰动其心,陆奥宗光常评彼约 未彼有好胆,有异才,有决断力,灵力有旗帜 妙查世纪之利害得失也,彼可谓之那人之代表人也 彼无管仲之今世的适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 彼其以意待劳,机制纵横,虚心平气 百般之间为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圣海周外,代未见有其彼也 优优独播剧场——YK